我们去年讨论男人为什么长乳头时 顺便讨论了不同动物的性别决定机制 尤其提到了哺乳动物的外染色体会不断退化 很可能会最终消失 这让很多人发问 男人会因此消失吗 当然不会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 是有性生殖带来了外染色体而非相反 尽管有性生殖未必只有两种性别 这都要取决于它们能产生多少种互相识别的生殖细胞 比如实验室的模式生物四魔虫 它们与草铝虫起源较近 当环境不利时 就会与其他个体交换细胞核的方式 发生细胞层面的性行为 而每个四魔虫在选择交换对象的时候 都有七种可能识别的模式 这意味着它们有七种性别 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变形虫界 年均的有性生殖就是不同交配型的性细胞直接融合 而它们的交配型受三个基因微点控制 所以每个二倍体均株都可以减数分裂出八种性别的性细胞 一个物种就可能累计出五百多种性别 真菌蟹就更加惊人 比如单子菌门的各种蘑菇 它们的菌丝最初只有一个细胞核 在环境中四处蔓延 遇到另一条单细胞核的菌丝 就与它融合起来 长出双核的菌丝 这就是它们的性行为了 单核菌丝在融合时 也由不同的基因微点产生复杂的交配型 常常能表现出两三万种性别 任意两条性别不同的菌丝都能融合 然而话又说回来了 地球上大约有七百万到一千万个物种 90%以上都在有性生殖中表现为两种性别 其中主导生态系统的动物界和陆生植物 全部都在有性生殖中表现为雌雄两性 乍看起来就是巨大的损失 因为性别的数量越少 可供交配的对象就越少 生殖的竞争就越激烈 那些绿藻、粘菊、蘑菇什么的 从来在形态上看不出性别差异 谁和谁都能凑一对 但是有雌雄区分的动植物 就有了巨大的两性差异 为了繁殖出尽百宝 无所不用其极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这也正是进化的真谛 筛选越强烈 进化就越迅速 雌雄两性生殖的物种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多样性 与此受益颇多 而一条性染色体 往往是性别分化的利器 就在脊椎动物内部 如我们讨论过的 温度决定是一种古老的策略 但这太被动了 在气候变化的时候 将招致灭顶之灾 而如果有些染色体 出现了某个突变基因 可以直接决定携带者的性别 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哺乳动物来说 这个突变的染色体 将使携带者成为雄性 它就是外染色体 而一条染色体 一旦成为性染色体 也就踏上了 闭关自首的毁灭之路 激烈地竞争 让两性生殖的物种 需要在雌性和雄性身上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性状 那么决定两性差异的关键基因 就最好不要到处乱跑 老老实实地留在性染色体上 用术语描述 就是携带性别决定基因的染色体 将在减数分裂时 不与其他染色体重组 而重组的一大要义 就是在姐妹染色体之间互通有误 筛除有害突变 弥补基因丢失 可晶元细胞又偏偏是我们身上 复制次数最多的细胞 可想而知 外染色体为了振作雄性哺乳动物的风采 将在一次次世代更替中越来越短 直到灰飞烟灭 作为比较 人类的外染色体原本与X染色体一样长 但事到如今 X染色体约有2000个基因 外染色体只剩86个了 不难预测 无论外染色体怎样挣扎 肖元已经在所难免 实际上 不如动物中世代更替最快的镊齿木 已经有许多个类群失去了外染色体 但正如我们说过的 是有性生殖带来了外染色体 而非相反 我们发现随着这条祖传两亿年的外染色体消亡 它们都在其他染色体上找到了新的图片 有了新的性别决定机制 比如CBX2基因 是最有可能的下一个性别决定基因 对应在人类身上 它位于17号染色体上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微信、bilibili、知乎、极客、YouTube搜索互浪博物馆 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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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